哈囉大家好是數位黑膠圖的悠悠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我相信大家其實現在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都正常會先惹一些稿 那為了要讓時效就是更快啊 更簡潔不要出錯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就是提磁機神器 T3 好的那先帶大家講解一下就是提磁機的一些基本用法 那早期的話它其實是一個LCD的螢幕 然後接電腦然後把螢幕投影在這邊 然後透過畫面的翻轉然後反射到這邊 讓我們的人看到這邊的畫面的時候可以看到字以外 剛好有順便對著鏡頭 那只要這邊的話有做好遮光 基本上相機那邊就不會看出任何的不正常 OK那新的這種形式開始大家為了要降低價格還有就是方便度 大家就開始走手機跟平板 好的那我就正式開箱囉 好那你剛打開的話你會先看到這個 就是它有一個基本的說明 告訴你各個的組件 就是可能大概該怎麼用 那我就快速的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你會先看到就是提磁機的本體 那以前的話是這種板扣式設計 你會比較難去使用 而且很容易就是不小心沒開好就丟在地上 那新的版本開始這邊做了一個拉手 讓你可以直接去做一個抽拉的動作 把鏡面就直接打開 好那鏡面打開的時候 這邊要特別去裝我們的支架 我們就開箱看一下 如果你每次就是都要把它收起來的話 那你可能會每次都要拆 那找到兩個比較關鍵的零件 這樣子 如果你有玩過T2 T2的時候它其實是那種一般的螺絲 它會附螺絲起子給你 那T3就改為手動了 所以你其實不需要工具就可以把它組裝起來 那我們就先把下面的這個夾具先裝上去 那這夾具基本上你可以夾手機 也可以夾平板 那這邊直接壓扣外 你可以壓著 把這個軸拉出來 然後直接去扣這樣也可以 好那我就先把這個裝上去 它後面這邊有一個鎖點 所以我就直接扣進來 好那扣進來以後 這邊接好了以後嘛 然後現在就是夾具上去了以後 我開始要把這邊跟下面這邊去結合 所以我會把這個扣上來 把這邊有一個軸把它扣住以後 看到背面 進來了以後 推到底 然後把這個螺絲鎖上去 OK 這樣就基本完成了 好那完成了之後 我們如果要開始使用 我是一般的相機的話 它有附各種各式各樣的 就這種轉接環 它就一路從4952開始 一路到82全部都可以接 只要你的廣角不拍到暗角 就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你是要給手機使用的話 它有出一個手機的字句 就是讓我們直的或橫的拍攝的時候 把這個零件拿下來 你們可以透過畫面 這個就是 就是透過手機去裝起來的使用範例 然後這鎖住 那手機支架就直接裝上去了 OK 這邊就接手機 那如果要接相機的話 我們這邊就直接準備一台相機 然後把它通用的環 因為它各個上面會有口徑嘛 這邊會有個環 那這口徑是67的這邊有寫 所以我們就拿了它原廠出的這個環 就是它會在這邊會有各自的規格 然後把它裝上去 好 然後現在扣上去了以後 就可以這個拿下來 然後把這個裝起來 好 基本上組裝就完成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手機裝在這邊 我們現在就把它架到腳架上 那我們現在就把提磁機直接裝上來 那我們剛剛在裝的過程中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 我如果把T3直接扣在鏡頭上 然後我這邊又接平板 它可能會把整個平板的重量 完全去撐在我們這個鏡頭上 如果今天可能是電動鏡 在不小心稍微做一個鏡頭 我怕把那個馬達用壞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加強 就是在下面這邊鎖點 接了一隻魔術手 然後這邊再用一個螃蟹夾把它夾住 這樣變成說我們把平板 或是手機放上來的時候 它的支撐力會把它頂住 不會全部都靠鏡頭去做支撐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使用起來比較安全 這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我們會想辦法開一個組合吧 讓大家在選購的時候 有這個選項可以去做選擇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平板放上來 然後還有就是APP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把它連結到平板 那遙控器的部分的話 它後面就吃兩顆的絲毫電池 大家看一下畫面 然後就直接扣上去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 它其實就是長壓5秒 它會開機跟長壓5秒會關機 那如果有連線到的話 它就是這裡會亮一個紅燈會閃爍 那我們下載APT的話 你可以到Apple Store 然後我們秀在旁邊給你看 它就是Best View的這個APP 我們就點進去 那點進去的話 我們會建議啦 你可以先在你的Line上面 就是可能電腦上面打好文字 然後丟到Line 再從平板丟過來就好了 然後丟進來了以後 一些基本的設定就是 我們如果點進去 你可以去決定說你的文案要怎麼去編輯 然後這邊會有告訴你說 你的速度要快一點慢一點 然後你的字體 正常我們會再做一次鏡射翻轉 因為我們等一下到 這邊的時候畫面才會是正的 然後就是顏色自己去調節的快慢 當然遙控器這邊也可以去幫你去做調整 好的那我現在就測試一下 設計這一段讓你們看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把它裝上去了 你們看一下喔 那我們透過APP就直接按這邊的話 它基本上其實就可以開始做跑動 就是數位黑膠兔大家好 今天要凱昌跟大家做介紹 那如果你覺得速度太慢或是太快 你可以透過這邊去調節 就是可以做一個減速的動作 就是透過這個按鈕 那如果你覺得太慢了 你也可以自己去做加速 或者是說你突然講一講 你覺得你的靈感來了 你可以按一下上面或是往下扳一下 給你一個就是暫停 那如果靈感結束後 繼續就可以繼續下一步 那當然你也可以想辦法讓它跳得快一點 可以按一下上面這一個 然後跳的再回來上面這邊可以再按一下 這樣可以去做重新回放的動作 那暫停這樣 那字的大小剛剛就是APP那邊就直接做調整 所以字的大小可能在一開始就是你在RE畫面的時候就要先做好 那我們就來做結尾吧 那來到結尾的部分跟大家講一下 我目前覺得一些優點跟缺點 如果你有用過T2的話它其實是就是索羅斯的組裝比較麻煩一點 那T3其實就只要直接就是用手轉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進步就是這個抽拉式的玻璃蓋 最後就是它其實已經可以去接到平板上面使用 所以變相容性比較強大 如果你有T2你可以趕快脫手我覺得可以換T3 但比較麻煩的問題我覺得還是支撐著這部分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電動鏡頭 或是你不是比較小的Vlog相機 你可能都還是會遇到有可能會把鏡頭用壞這件事情 我希望原廠也可以推出這樣的支架把它固定撐住 然後接下來就是攜帶的問題 可能我們也會像圖片這樣子 找一個合適的包包 可以讓大家不用再一直做彩卸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下午見囉掰掰 下午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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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見囉